这只猫幼可不简单 牙齿锋里行动敏捷 刚刚单杀了黑曼巴 可今天却算不上走运 被群狮子给堵住去路 狮群很久没有捕猎 一个个饥饿难难 想要打个牙计 不曾想这猫幼绝非泛泛之辈 非洲一哥出事不利 非洲二哥那边也没有闲着 猎狗群刚刚捕杀水牛 其他族群的猎狗听到消息就匆匆赶来 想要偷抢肉食分一杯羹 要说最了解猎狗的还得是猎狗自己 猎狗群看到有外来猎狗 少时间就恼怒起来 越是经常偷抢别人 越不愿意自己被偷抢 一众猎狗大军集合 疯狂追杀外族猎狗 当然 有个别猎狗烂于充数 舍不得放下嘴里的牛腿 不用在意细节 重点是 其他猎狗下嘴狗狠毒 场面残暴 实在是个重大的教训 猎狗族的食物不能抢 花豹的食物抢夺起来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只是很可惜 猎狗晚来一步 花豹已经将猎物拖到了树上 猎狗只能在下面减实残羹剩饭 另一方面 花豹虽然吃好却不敢下来 被猎狗咬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伤筋动骨 对单独求生的动物来讲几乎意味着慢性死亡 可它又不能把残骸随便就扔给猎狗 这样一来 猎狗反而会认准花豹 经常为随 将花豹当作长期翻评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动物的也一样 花豹在树上着急怎么下去 猎狗在树下着急怎么上去 花豹被逼急了 找了个机会直接跳了下去 猎狗的反应慢了半拍 只能继续饿肚子了 看来 非洲二哥也不走运 跟大哥一样吃饼 非洲三地那边倒是热闹非凡 号称有80%的不猎成功率 这要是被它们盯上 相当于大半个身子进到了鬼门关 这一次 野狗群瞄上的是脚马 脚马体型适中 这么大的野狗群刚好能够吃饱 又不至于早上浪费 野狗打定主意 开始冲击脚马群 只要脚马群受惊撤退 野狗就可以挑选出逃跑最慢的那个 然后兵力后卫 脚马必定插尺难逃 理想挺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面对野狗进逼 脚马群坚守防线 毫不慌张 严密的阵型 让野狗群找不出任何破绽 野狗们多番尝试都无功而返 愣在原地 脚马群则抓住机会 由条博文撤出战场 空流下野狗们在风中凌乱 失败了怎么办 那就下更大的筹码 来抵消这次的损失 野狗群打定主意 准备狩猎水牛 水牛被突如其来的野狗群惊吓到 慌忙奔逃 野狗群仅仅尾随 却找不到下嘴的机会 水牛太大了 锅头结实 肌肉发达 而野狗的身高又太低 不能像猎狗一样掏中要害 等到水牛群冷静下来 重锁阵型 野狗更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了 野狗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随后又跟象群对峙 简直是赌徒四围 如果是单独的小象 野狗群倒是有一丢丢成功狩猎的可能 问题是 这是一只规模不小的象群 野狗想要在象群中猎杀小象 简直是痴人说梦 野狗大概也是接连失败 欺货攻心 目不转睛 顶着象群里的小象 大象们怒了 挥舞着鼻子上前猛冲几步 这是一种强烈威慑 遇到这种情况 哪怕是狮群 都会失去跑远 没有想到野狗群竟然纹丝不动 甚至在大象的威胁下继续向前 这样象群开始怀疑人生 难不成 这群野狗真的有什么杀手锏吗 象群心生寒意 在野狗的步步进鼻下主动撤退 大象的智商太高了 以至于想的太多 野狗只是连续吃瘪 头脑发热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大象的实力 不管这么说 小心性的万年船 大象自己转移撤退 野狗在这个段位 也没有能力围猎被层层保护的小象 看来非洲三强并不都是一帆风水 那些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小喽啰 反而能抓住机会 过得风生水起 非洲大西洋沿岸 两只熊海豹正在打架 争夺这片海滩的靶权 互相撕咬一命相搏 摩海豹们围在一边 心无波澜 等待者打斗结果 胜者独揽海滩的所有摩海豹 败者则一无所有 黯然退场 小海豹们降生后 摩海豹就要忙碌起来 去海里捕鱼喂孩子 这只小海豹的母亲久屈未归 小海豹跌跌撞撞 误入其他摩海豹的休息区 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 这只母海豹 对陌生的海豹幼崽疯狂攻击 如此致命的死咬 恐怕小海豹再也没有机会 看到自己的母亲了 每年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小海豹 死于非命 不仅会被同类害死 还有其他野兽的袭击 海豹幼崽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并且在母亲外出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虎狼远远看到一只海豹幼崽 急匆匆赶来 没有想到关键时刻遭来摩海豹的反击 虎狼多番尝试 都没有抢到小海豹 恰巧 有孤单的小海豹感受到压力 想要离开是非之地 追求相当于告诉虎狼 自己的母亲不在身边 虎狼满心欢喜 快速追了上去 小海豹在陆地上 怎么能跑得过虎狼 没有多久 虎狼就追了上去 眼看已经来到海边 却被虎狼再次叼了回来 其他摩海豹 看着虎狼大快朵鱼 庆幸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最可怜的 莫过于那只摩海豹了 辛辛苦苦捕鱼归来 却发现孩子已经成了干瘪的皮囊 别看虎狼身材矮小 几只虎狼合作 食草动物也是难以招架 特别是在生产世界 虎狼埋伏在高草丛里 小羚羊稍有不慎 就会被它们包围住 难逃鹅运 幸运女神 今天站在小羚羊这边 察觉到这片高草地危险重重 及时跳了出去 来到母亲身边 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这只母羚羊 看虎狼就在附近 也赶快离开刚出生的孩子 尽量跑远 小羚羊太小还不会站立 虎狼很难发现 母羚羊的离开 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好处 有的羚羊母亲 却舍不得刚出生的孩子 想要多舔尸一会儿 却不知这样反而害了他 虎狼远远看到快速跑来 母羚羊非常勇敢挡在了前面 并且开始追击虎狼 想要将其彻底赶走 不曾想却中了虎狼奸击 埋伏好的虎狼 果断冲向小羚羊 上去就是一顿摇头沙 羚羊母亲疯了一般赶回 小羚羊也忍痛战起 无奈 不管羚羊母亲速度再快 也抵不过三只虎狼的围攻 外围的羚羊 边吃草 边看发生在身边的惨剧 暗自倾行 虎狼没有攻击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上去帮忙 是不可能的 不帮虎狼攻击同类 都已经算好的了 随着激烈的攻防转换 墨羚羊已经没有办法 保护到自己的孩子 被虎狼一口接口地咬着 他的力气也在消耗战中 垫地失去 一旁走来另一只成年羚羊 看似帮忙 其实也是来看战脑的 只要虎狼不攻击他 他就不会反击虎狼 三只虎狼 开始包围小羚羊的母亲 他们有了更狂妄的计划 墨羚羊一看形势不对 采取果断措施 逃之遥遥 虽然 虎狼再也追不上他 可小羚羊也只能被献祭出去 成为虎狼的盘中餐 比起非洲三强 虎狼硬实力不足 可抓机会的能力 更胜一筹 被戏称为战地记者 甚至有虎狼搭地的称号 从这个角度来讲 虎狼在草原的穿风得意 还是值得人类学习 点赞 加关注 生活 温度 温度 请不吝点赞